好同学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于审计证据这一部分内容的学习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获取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 审计程序其实大家想想我们在前面介绍审计整个基本的内容的时候就谈到过说 审计的逻辑无怪乎风险导向审计对吧 那风险导向审计呢它其实围绕着风险的识别 风险的评估和应对啊这几个过程来的 那么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呢通常是我们去发现那些可能导致被审计单位的报表有错的地方 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再对它进行风险应对 就是说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有错是吧 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整个的审计风险导向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而对这些流程来讲大家想想啊风险评估怎么评估 你说我一断一下我猜测一下不行是吧 你看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概念 那大程序的一个叫做它的名词 而对于这些程序的一个推进一个开展 实际上都是由这些具体的小程序来完成的 比如说像检查你一说检查你清楚 我检查什么检查记录啊检查资产啊 观察看看它的这个内部控制一个运行的情况 看它这个相关的这个账目啊 比如说这个盘点啊它的情况对吧 然后呢询问问问谁该问谁为什么该问什么问什么 对吧韩正正这个应修账款这银行存款 重新计算算账对吧算表表里的内容啊 重新执行执行内扣分析程序 分析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说我们一直在谈到的风险导向审计的 这几个大的程序它不落地啊 要想完成这些风险评估怎么评估啊 我可以去检查 我可以去观察 我可以去询问 对不对 我风险应对怎么应对 我做控制测试做实时性程序 怎么我控制测试啊 我重新执行一下控制 对吧 我做实时性程序 我可以做细节测试 我可以重新计算一下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这个整个的这些程序啊 其实更多的是笼统的概念 是一个从逻辑的角度上 给每一个环节起了名字 更多是体现在它的目的 而要是去实现各个环节 各个环节的目的 我们是通过执行一个一个的小程序 来完成的 或者是一些程序的一种 这个排列组合来实现的 那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整个审计 其实都是一些小小的元素构成 所以你想我们说这个 那么大的这个大千世界当中 我们要去背那个元素周期表 对吧 因为都是由这些原 基本的元素所构成的 一样的道理 物理上我们会讲到 原子分子质子啊 这个等等等等 那化学上我们会有这个元素周期表 一个道理 是吧 就是说这些呢 都是构成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 一个来源 那而回过头来 我们说 审计的基本的逻辑的实现 其实也是由这些小程序排列组合 给它一步步完成的 所以你就足以见得这些小程序的作用 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说对于风险道上审计的 这几个环节啊 它都有各个环节所存的的意义 在这儿呢 我们不给大家展开了 其实重点的 或者是说目的就是告诉你 我们风险道上审计 就是风险识评估 风险应对和报告 对吧 那么到后边我们讲到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讲啊 就是你想要完成审计 要做这些 而做这些是需要通过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程序来展开的啊 那么再回个头来 再回个头来 刚才我们说了啊 就是要做这些 要做风险评估 要做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包括了控制测试实际程序 对不对 那么这些小程序如何来 这个填满风险评估 怎么样排列组合到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环节 什么时候用哪个程序呢 这就体现出来了说 我们在各个环节当中选这几个小程序 到底选哪个呀 这就叫性质 对吧 选哪个用到风险评估 这一项风险 这个对这个认定的风险应对的时候 我们用哪个小程序呀 叫做性质 然后呢 对哪些去用小程序呀 叫做选样和样板 对吧 什么时候执行这些程序呀 叫做时间 所以你看 这就是审计程序 就是总的程序和具体的程序 他们之间的关系 具体的程序 是总的程序的实现 是由一个个具体程序的排列组合构成的 而再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这些程序 什么时候执行 什么时候执行 何时执行 选哪些程序执行 来完成一个一个的这种总的程序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这几个程序 人的一个程序是检查 检查是什么呢 说检查师注册快师 对于备审单位内部或外部生成的 以指质电子或其他介质形式存在的记录和文件进行检查 或对其资产进行周检查 你看它叫检查 实际上它分了两类 我其实有的时候更倾向于说把这两类给它割裂开 或者是给它分开 一个是叫做检查文件或记录 记录或文件 另外一个是叫做检查有形资产 这两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对吧 你说我检查这种文件或记录 它可能服务于这个相应的这些神经的目的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检查有形资产 对不对 账上的记录的这些资产存在不存在 我通过检查有形资产的方式 所以呢 这是检查 检查 通常其实更多的是 有的可查才能查 才能检查 对吧 就是留下这种记录的 有这种实物存在的 观察是什么呢 是说查看相关人员正在从事的活动 或者是实施的程序 这个观察呢 你想一想 我们说 我就突然想起了我们这个应付 这个某些这个这个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 或者是说老师来值班了 我们就有同学 在那可认真可认真在那学习了 老师走了上自习吧 有些同学就开始这样当当的 对吧 那到了被省单位其实也是如此啊 你说我们想去观察一下 被省单位的某些程序执行的情况 那就会存在说 当我们注册快试去查去看的时候 它是一番景象 而到注册快试走了之后 它是另外一番景象 对吧 这个大家都能体会哈 因为我觉得我们 这个身边或者是我们经历当中 也会感受到这种情形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观察 它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也有局限性啊 它重要的作用就在于说 它可以通过观察来看一些 可能记录不下来的一些控制执行的情况 你哎 你观察你亲眼所见啊 但是你亲眼所见 可能就未必是真实的 因为可能你观察的时候 它只限于你看的那个此时此刻 而你走了之后 它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对吧 所以说我们讲 这个观察它有局限的地方 因为审计证据仅限于观察发生的实践 并且在相关人员一直被观察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做得很好 但是等到日常的时候 可能就做得不好 反而它的可靠性也要有可能会削弱 第三个是询问 这个查完了 检查完了 观察完了 再问一问啊 问一问是什么呢 先告诉大家 问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口头的也算问 书面的也算问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询问的方式来 获取到被审单位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而且呢 问被审单位的人员 被审单位还要给我一个答复 对吧 然后给我答复完了之后呢 我还要对他的答复进行评价 这算是询问的一个整个的基本流程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句话特别重要说 询问本身不足以发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说 我只靠问吧 我只靠问 就问你们这个有没有制度 我说有 你们这个制度怎么执行的 老好执行的 你们这个制度通常什么时候执行 干什么时候执行 什么时候执行 反正打得都不错 我就说 打够打够打够 全都是对的 内控有效了 行吗 不行 我们说 对于问这个程序 不能只做问 询问本身不足以发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但是再往下来看 是不是说询问就一无是处了呢 当然不是 如果询问一无是处的话 那我们还把询问放在这个重要的程序当中干嘛 早就被踢出出去了 是吧 所以它既然存在啊 用到这个询问这个程序 就说明 它还是在审计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发现今年被审单位的这个收入的问题 那我去问问这个财务人员吧 你说这是一个名字的选择吗 不是吧 因为这个收入就出自于财务人员之手 是吧 我说行 那我不问财务人员 或者是我问问 看看他有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自己 撒谎 原谎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询问就非常有艺术 对吧 那我不问财务人员 我可以问问谁啊 比如说我问了生产出现人员 我问消货人员 我问消货人员 你们公司涨没涨啊 你们今年是不是卖了 这个比去年涨工资了呀 找人员说 哎呦 没涨工资啊 今年跟去年 每个人这个销量也差不多 甚至还不如去年 那这不就搂破绽了 对吧 我问生产人员 说你们这个 是不是这个今年产量增加了呀 是的 你看我们这个生产车间啊 扩大了流水线 扩大了生产线啊 原来呢 我们这个就一共 一个车间就二三十个人 现在呢 我们一个车间啊 五六十个人啊 还变成了两个车间啊 然后呢 大家这个 原来是这个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现在呢 工作十个小时啊 所以你看 这样的话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就可能能够佐证到 你发现他这个收入犯法的状况 一个是有矛盾 一个是佐证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都是询问出来的结果 对吧 所以我们讲 询问 它是有必要的 也是有价值的啊 但是我们说不能以询问 这一个程序就下定论啊 说 所以就是询问本身 不足以发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它通常情况下的证据的可靠性是比较低的 需要跟其他的程序结合来使用 通过其他程序获取的证据来给予补充啊 当然对于询问 不仅仅是不能够发现重大拖报 也不足以测试内控的有效性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了 刚才我们谈了三个最基础的程序啊 我们称之为这个 这个基本程序啊 当然这是老师的说法 除了这几个以外呢 我们讲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韩正 重新计算重新制限分析程序 这个像这几个相对来说呢 要稍微复杂一点啊 那比如说韩正 我们这是我们审计证据这一章的重头 也是重中之重啊 但要充分关注 它指的是什么 你从这个名字当中就能看得出来 韩正通过信韩的方式来证明 对吧 它指的是注册快试啊 从第三方 怎么跟第三方沟通啊 我发韩的方式 对吧 从他那一块呢 获取书面答复 以作为审计证据的过程 而这个书面答复 可以是指质电子或其他介绍形式 我们对于这个指质的 电子的和其他介绍形式呢 也有不同的这个考虑啊 尤其是说你韩正的过程当中 你通过这个不同的方式来韩正 那要关注 比如说像电子的形式 你还要关注这个信息系统安全问题 控制的问题 对吧 那回过头来呢 我们说我们韩正啊 就是我给第三方发韩 然后呢 第三方给我回复 指质电子 其他介绍都可以给我 形式都可以给我回复 对吧 回复完了之后呢 当然是需要的是这种书面的啊 口头都不行 那然后来证明 被人单位的一些情况 对吧 所以你想想 我们通过韩正的方式 获取这个证据 满足什么特征 外部吧 独立的第三方吧 对吧 然后呢 又是书面的回复吧 对不对 你看这几个证据 特征 哎 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我们韩正 获取的证据的这种 证明力啊 可靠性啊 可信度啊 还是比较高的 对吧 所以啊 通过韩正获取的证据 可靠性高啊 当然 韩正的成本 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对吧 你就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给他发函 这有一个这个 我发函过程当中 时间成本 对吧 邮寄也有成本啊 当然 这个其实可能 这个邮寄的成本 是有一点有限的 当然 其实也并不如此 并不一定就那么有限啊 你说 现在邮寄的这个费用啊 没有那么高 甚至于 有些单位 说这个 这个这个 你比如说 类似于这种包月的形式啊 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这个 各个单位跟这个 物流公司之间的 这种 这个协议啊 其实邮寄成本并不高 但是你也会发现啊 就是在某一个 实物 现实的当中的例子啊 申请过程当中 发现他的这个 快递费啊 邮寄费 高的惊人的情况也有 其实这里面可能 就有5亿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啊 去搜一搜 到搜搜搜的影像当中 看看有没有这种 这个搜搜到这个情况啊 那么回过头来呢 我们说 喊证的成本高 他不光体现在 说邮寄的成本高啊 时间成本 比如说你给对方翻喊 对方不一定会 按期的 如实的给你回复 有可能给你回来的 还是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可能就面临着 二次拍喊那种情形 所以呢 他的成本高 当然他的这种 可靠性 证据可靠性也很高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 愿意 或者是说 非常重视啊 运用他来 作为我们获取 重要证据的一个 重要的程序 那还有就是 重新计算和重新执行 这两个重新 虽然都带着重新啊 但是呢 他们却在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 一个大程序当中的 使用的特点 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说重新计算 计算计算 就是算数吧 对吧 对记录或文件中的 数据计算的准确性 进行核论 来重新计算 就是 被人单位管理层 提供的报表 这个数是他算的 我说最后也是呢 自己再重新算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么重新计算 你可以通过手工 或电子方式都行 那么重新执行呢 他指的是 注册会计师 独立执行 原本作为 被人单位 内部控制 组成部分的 执行计算 控制 你看这个重新执行 执行的是什么 是内控 对吧 作为注册会计师来讲 我们要去看 被人单位的内控 要测试 被人单位内控的 有效性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前面我们谈到过 因为当内部控制测试 设计执行 都有效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减少 实际性程序 这是我们的一个前提 也是我们提高 审计效率的 一个重要的策略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确定 这个内部控制 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内部控制 竟然是被人单位 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设计完了 被去执行的 对吧 那我们要想确定 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们也可以选择 通过测试 它的内部控制的 一个这种有效性 就是我们自己 再执行一下 这个内部控制的 一个制度 对吧 所以就要重新执行 那么最后一个 叫做分析程序 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分析程序呢 它是我们到今天 我们现在这个 事务所 实物当中 非常常用的 也是对于我们 跟之前的这种 审计的模式 相比较而言 这个非常非常 有代表性的 这样一个程序 就是我们通过 数据运算 通过数据 之间的这种关系 当然数据呢 包括了财务数据 和财务数据 以及财务数据 和非财务数据 你看不管怎么样 都是财务数据 一定包括财务数据 要么财务数据之间 都是财务数据 要么财务数据 和非财务数据 对吧 通过他们的内在关系 来确定 可能会存在的这种 重大错 对吧 来对这个 牵关的财务信息 做出评价 它还包括 在必要的时候 对于识别出的 与其他相关信息 不一致 或预期值存在 这个差异重大的波动 和关系进行的调查 其实说到底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 数据关系 内在的关系呢 来看看 有没有这种 异常的情况存在 来确定这个信息 到底有没有可能 有错 或者是风险 重大错误 风险高或低 对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通过 一些财务比率 发现 被审单位的 这个 比如说 存活流涨率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流动比率 速冻比率 然后呢 资产负债率等等 这个 这些指标 跟 比如说 我通过同行业 通过这个企业 本身的年度的 这个趋势 和企业本身 所反映出来 这个经济情况 相比较 就是 我管理层 给了我一些数据 我计算出来 一些比率 对吧 然后呢 就是管理层 相当于管理层的数 得出来的比率 然后呢 我又通过 一些相当的数学 运算数学分序 然后我来确定 你发现 管理层 给我那个数 跟我预期的 那个数之间 有可能的差异 这个时候 我认为 它就有可能有问题 对吧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就拿自己管理层 本身给我提供的数之间 我做了分析 我就发现 管理层给我提供的 本身的这个数 就存在可疑之处 就有矛盾重重 对吧 就是 比如说 我们讲成本和费用 收入和费用 是配比的 对不对 结果发现 这家企业 产品没有变 价格没有变 然后呢 市场也没有变 但是结果 第一年的这个毛利率 和第二年毛利率的差异 会非常的大 同一个产品 在各个方面 基本上都没变的情况下 结果毛利率 却涨了很多 那这个时候 数据一分析 我就发现 这里边猫腻不少 对吧 这就叫做分析程序 我们现在你说 随着大数据 智能化的这个 不断的推进 在审计事务当中 对于这种 数据的 关系的分析 相对来说 是越来的 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 软件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在 学校当中 给学生讲 这个审计课 我们就会有 专门的大数据审计 智能审计 IT审计 或者是说 这种实验课 审计的这种 这个实验课 其实都是在 运用一些国内的 比如说 像咱们正宝 也有相应的 这个软件 开发的这个软件 然后呢 这个 把这个相应的 审计的软件 已经做的很成熟了 我们用这些软件 然后呢 来带领的学生 去做相应的 这个数据分析 这其实就是 数据化 大数据 智能化 信息化时代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数据一分析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 及时的发现 它的异常情况 让我们来找到 那种所谓存在的 这个 重大通宝数很高的地方 对吧 OK 这就是关于我们讲的 审计的 七个小程序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个题啊 说下列审计程序中 不适用于细节测试的事 这个呢 其实算是通过这个题来给大家做知识点的补充 啊 我们先来看 刚才我们讲了七个小程序 检查 观察 询问 啊 这是三个基本的程序 对吧 韩正 重新计算 重新进行分析程序 我们说细节测试是干嘛的呢 它是实时性程序的一个部分 对吧 或者是实时性程序的一个具体化啊 那么我们做细节测试 其实就是通常算这个数 看看数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看看报表的这个金额有没有问题 那么 能够为它所用的 观察 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啊 检查 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询问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还有什么 重新计算 韩正 这个 这些都能用啊 都能用 当然了我们说 实时性分析程序和细节测试 它俩通常是并列的啊 那对应着的 唯独 比较确定它 在细节测试当中是不能用的 就是这个重新执行啊 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通常 它用在什么呢 你从定义当中就能看得出来 它用在控制测试当中 重新执行 执行什么 内控制制度 对吧 所以啊 这几个都可以用在 细节测试当中 唯独它 它主要运用在呢 控制测试当中 啊 所以这要题选D 好 那么到这呢 我们关于 审计程序啊 就是说这七个小程序的一个 整体的介绍 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